中華民國三十八年8月2日 廣府省成吉利應林、謝文龍、司徒休。 這群博士找國民政府註冊,在澳門搞一間大專,叫做 澳門越海民商學院 副設中小學部、 中華民國教育部 翠高至第九零二五號 喬武委員會 遇到至第三三三六號 轉移香港、澳門本地、省城、中山、三胖地學生。 這群博士用萬多袍幣,向高德城堂租了第十舖附近斯達口, 舊擺在鴉片站的兩層洋紐,和附近一堆石屋仔。 學院正門在斯達口門排一號, 後門對正九百紅窗門記載,佔地乘六千五百多平方英尺, 八九乘六個號碼。 斯達口門排一號、三號、五號、 野武街門排十六號、十八號、 紅窗門排五號。 中小學部最終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號星期四開學。 大專部於十月十五號星期六開學。 最初得文學院和商學院。 文學院讀中國文學、外國語文教育。 商學院讀回計銀行、經濟、工商管理。 中華民國四十年春天,請左舊拜省整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陳中南教授, 成立了理工學院,改名做《澳門越海大學》。 當時有個孝花浩仁實,叫做《林財峰》。 共匪斯居大陸之後,學生大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接能左大專部, 最後增人兩個月頭租,無能得比。 澳門法評判他要在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一號星期日前, 倒閉回間譜給人。 中華2總會一生ord expres mão啦。 三十二十年代出第三星期三十九五十九。 不同年中27五十五至五十六十五。 大吉不行。